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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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赵丽颖 很高兴能来到 大家好 我是丁子俊 突然看到了丽颖 你又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的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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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开 我 你站住 你站住旁边 可以可以 我今天受了点伤 因为见到了你 我被丘比特的剑射到了 我问你愿意 换个人 换个感觉 对 看看去 哎 小妹 我让你过来 挑逗大哥我不在讨论 是 是 你有什么要跟子俊表白的吗 就是作为那个粉丝 作为粉丝就是结婚的吗 结了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没有我家里没有人 我不是 不要大哥 家里还有其他没有结婚的吗 有 弟弟还有一个还没结婚 你有俩弟弟 有一个是娶了那个杨千花对不对 对对对 是你弟弟 做广告的 做公关的 做公关的 还有一个弟弟 多大了 二十多岁吧 没事 我不介意姐弟弟 请大家要注意 我们特地访问内有自己的官方微信 只要你用手手手机扫描一下 我们平空下方的二维码的 加入我们的微信 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他们的最近资讯了 不要走开 回到我们的超级访问 欢迎进入天天的历史是如新 通常呢 云集了帅哥美女的偶像剧 都是按照这样的剧情发展的 男主角从一上来的时候 就是非常有钱 不是总裁 就是总裁的儿子 即便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点穷酸相 可是过了不久你就会发现 随着跌宕起伏的剧情发展 她们最后还是会暴露自己是高富帅的真相 而女主角相对来说 就简单多了 她们可以是从事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但是她们一定要性格很好 很乐观 很有正义感 最好呢 还有点傻一傻气的 因为只有这样 才会被男主角遇上 呵护着 深深的爱着 大家都说气如人生 赵丽颖是偶像剧当中的女主角 可是在生活当中 她却上演了一幕灰姑娘 变成白雪公主的真实故事 然而丁子俊呢 在偶像剧中 她虽然是男主角 可是在限制生活当中 她一直在演着 王子变青蛙 青蛙变王子 王子又变青蛙 青蛙又变王子 你想了解 偶像剧当中的男女主角 在限制生活中 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吗 那就马上开始我们今天 不一样的访问吧 两位就是演这个戏 因为偶像剧嘛 王子青蛙 都讲真实 对 又看到了 王子青蛙 偶像剧叫妻子的秘密 妻子的秘密 对 妻子的秘密里面 有很多又是高富帅 像林家女孩 对 所以我们就要从家事开始说起了 先问一下丽颖好不好 好 你是富二代吗 不是 不是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我的童年就是在农村过的 有干过农活吗 有干过 包个棒子 然后摘个棉花 摘花生 然后还满满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子俊了 你知道什么叫掰棒子吗 不知道 什么叫掰棒子 就是玉米 然后给它剥了 就是一个玉米 然后一个包子 风收的时候 没有包子 哪有包子 没有就直接就掰了 掰 掰完了以后你知道干嘛吗 把那个玉米碎 两个干玉米 两个玉米碎 搓搓搓搓 搓成玉米 因为我爷爷奶奶在农村 我小的时候去了以后 都会帮他们坐 两个在那儿 就看那个碎 太高兴了 他们老觉得在农村的小孩挺苦的 其实不苦 特别高兴 现在觉得那时候也是蛮有乐趣的 而且那时候捉迷 都是在那个炒垛里面 炒垛里面 我满头都扎着那种棍 每天晚上都愿意回家 小时候有想过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吗 其实小时候梦想就觉得 我要离开家 就想离开这个束缚吧 想说去外面去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怎么样 因为父母管教比较严 然后也没有什么条件 给你很多束缚力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乐趣 然后在家里面看电视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很新奇的东西 就想去看说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想去一下大城市里面去看看去发展啊 你当时特别想成为谁 很憧憬 好多人都想成为当年的小燕子 对 对 你想成为谁 或者哪个电视剧和电影对你影响特别大 其实当时 环珠哥哥对我的印象 就真的挺深的 我们那一代 我们真的是做他那个骑头啊 做那个骑鞋 然后买他的书包啊 还有一些文具啊之类的 你自己在家里做那个骑鞋 对 就那个白网鞋下面 让我爷爷削了一块木头 然后就钉在一起 拿那个钉子那是枣 就做了那么一个鞋 那你穿吗 穿啊 穿去哪儿啊 就在家里能溜达 还对着爷爷说 手里拿的手绢 你还记得大明湖干的炸鞋 除了就是去模仿这些 有没有想过 长大以后做什么职业呢 什么都 都就都想做 都想尝试 我那时候就是自己 就是特别 也是特别倦 就觉得 只要给我一个机会 我什么都想做 我觉得做什么都可以 然后上到中学的时候 才说就是有一个 演员的梦想吧 等到真的从学校出来以后 突然发现这个梦想 应该离你很遥远吧 嗯 对 就比如说去 想去打工啊 去那个 去那个 找工作 你做过什么 就是那个 有一些发美容卡 让你去家 去那个店里体验的 其实我是 是在什么地儿发啊 是在一个小商场嘛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去体验的 去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们这儿有 要不要人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那个是经理啊 是什么一个姐姐 然后就说 觉得你形象可以 你不要先试试 发一下那个传单 难的 其实挺难的 因为你要跟他们说话 要推销 就也满 来 我那时候也算脸皮厚了 这里来了一个钢帅 这个钢帅 这里刚从广东来的 北京皮肤很干 这个小姐这是美容卡 他有钱了 先生你好 他有钱了 先生 你是不是很有钱啊 我爸留了好几千万 是好几千万 对吧 您看看我们这个美容项目 我们新开的美容店 推出一些新项目 像你皮肤这么干 应该特别需要补水 我皮肤干吗 然后我觉得你这件就是 条件这么好 你是哪一家哪一家 就是这一家叫 它下面有你的电话吗 有我们店的电话 对不起 一看你这客人 对着小女孩就没那么兴趣 来 这位先生你好 我最近好干啊 正好我们店 推出了新的项目 对 针对一些男生补水啊 什么的 你有没有兴趣去尝试一下 不完了能像你这个水灵吗 这肯定会有一些效果的 很快乐很近 你看我这个脸 其实还不错 好有弹性 要不要去试一下 好呀 我觉得你真的珍藏 对 就是不管你有什么想法跟邪念 或者是喜欢不喜欢 她会很用那个表情去 对她的笑容很有亲和力 是 所以当时成功率高吗 还行 还做过什么呢 然后后来就是 就是就去跑去做那个去应聘服务员了 像她条件那么好 如果去在某个地方上班 一定会有很多人来挖的 对那时候就是被 被一个这个公司的销售部门的总监吧 就给挖走了 做一段时间的销售助理吧 但是确实 她带我出去工作 去北京公司总部去工作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 我们老板招了个童工过来 那跟这演艺最有关系的那个转机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这个办公室做这个助理的时候 因为我们做办公室还是说 对着电脑比较多嘛 经常做一些报表啊 什么做完了 就可能就没什么事 QQ就挂在上面 我说我们办公室为什么要评论呢 工作一做完全部断网 都聊QQ 对 都会有这个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些网页蹦出来 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赛啊什么的 看到哪个比赛了 就是雅虎网站的那个比赛 嗯 其实也不知道是选什么的 但是自己就觉得 总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应该去尝试一下 像我们这种这个条件 可能你要去大城市去去报名啊 还跑一趟也觉得太浪费了 就觉得这个是网络上面的还挺简单的 所以就把照片贴上去就贴了 对对对 这也太好看了 正好就是叔叔给我拍了一套照片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又打网友 打网友有些网友啊 都特别够意思 然后一个忽悠他们就帮我起投票 起起投票 对 我跟你说那网友的网友力量可大了 对 那一定要看你讲究什么样吧 对 那个时候他已经说我参加这个比赛 又对着这样的一张照片 对啊 那网友肯定会投票 特别难看你说投我票吧 那我是网友我也装看不见 对吧 主要是真漂亮 投完票以后你是第几名 就近了前五十 然后需要去北京去外地这个培训什么的 啊 然后就必须要跟老板辞职了 然后那时候老板其实对我蛮气整的 也挺守不得的 说你要再待两年就可以升你做主任了 其实心里还觉得挺高兴的 同工主任 我也想要不出自己做主任什么样 但是就这些 就一路上都有这些贵人相助 其实虽然就来不及说感谢吧 但是心里面还是比较心存感激的 来到北京来参加比赛 后来遇到了谁呢 也没有 就是正常就组织让干嘛 我们就干嘛 那比赛到底后来你弄明白是选什么了吗 后来知道是表演嘛 选演员 我以前也参加过选秀比赛 我知道在面试的时候 你一定会要要求你有一些才艺展示 所以当时你才艺展示的内容是什么 当时比较年轻气盛 其实什么都不会 但是呢 就是 就也不怕喊 你看 就是什么 要唱歌的话就唱 如果需要跳舞就跳 那不会怎么唱怎么跳 就我就见我这样 就你上学的时候其实 班上的那些 对文演出啊什么的 还有一些底子的随便套过来一段都行了 嗯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演出呢 今天有一点感冒 但是还是简单的给大家带来一首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 好嘞 掌声有请 贴面 张丽颖 张丽颖 你一直都在 孤单徘徊中间 一起 也捂耳朵 双声 双声 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运心的气 哎呦 呦 又哭了 你今天太给面了 好 谢谢 不错 我特别想了解这时候 那主持人是谁 李晨跟朱丹姐 我觉得他们特善良 说不错 不是 你们看人家 我觉得丽颖她特别具备一个演员的素质 不管你唱得有多跑调 她那个劲儿特别的 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跑调了 我还觉得挺好的 那主持人你为什么鼓掌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片段很难得 很珍贵 你是在给导演鼓掌呢 是吧 没有 我本来想大家一起打打拍子什么的 结果打不断 结果他在这不是打拍子的直接的鼓掌 说明他们非常欣赏丽颖的那个时候那种精神 而且我觉得他当时的那个样子 就那种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对 青春 当时评委是谁 冯小刚导演 还有张继忠导演 还有陈泰哥导演 他们都来了 是吧 所以这个比赛其实给你带来了好运 就算是 这比较 就是给我们 没有食言吧 之前给我们说的就是三个导演组 让我们报名去选 最后真的把三位导演捧出来了 就不是骗子 你在说话好奇 不是骗子 很多人看到大导演坐下面肯定紧张 对 但你进来一点都不处 就无知者无畏 什么都不怕 因为什么都不懂 现在还怕吗 现在会怕呀 比如说我们说 哎呀 你现在让我在上面唱个歌 我可能就都特别紧张 来一下来一下 来一下来 你太乖了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飞过绝望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翱翔 用心迷惘不害怕 哪里会央方就飞多远吧 给丽莹带来了好运气的果真拍了冯小刚导演的广告 你今天要不要看看 要看看 对 我们就说一定要敢想 梦想才会实现 我们来看一下啊 Don't touch 别碰 你这人太可笑了 咋的你能骑我都不能摸 人跟人有意义 马一马不同 丹尼尔可是英国纯学马 NOSING DANCER的亲外孙 血统纯正 北方舞蹈家 这马老名贵了 哦 还挺飞沫似的哦 好 拍个价 我买了 那得看你祖上有多贵了 你是何去掩野呢 祖上汝南周氏 和这马一样 血统纯正 做啥生意的 什么都不做 魏族 Baby Let's go 三天 我让他知道我有多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还是跟范伟合作 我觉得 呃 个人条件好 嗯 也够努力 但是运气真的不错 运气是一回事 胆子也大 你跟这几个大腕合作 你也不出 没几个大腕 这不是马跟范伟吗 哈哈哈哈 跟范伟合作害怕吗 他气场挺强的 就是见着面就是老师 但是多的话我也不敢说 他不怕 你还没看出来 我觉得他长得一副怕的面孔 其实这孩子胆特别大 对吧 那时候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嘛 我就一定要要胆大一点 要不然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就是 怎么干什么都都默默唧唧的 哎 我上次采访你的时候 我记得你爸爸提到一点啊 就说 其实你说话蛮直的 嗯 我其实也本来没有意识到这些 但是后面会 会就是也会碰钉子嘛 就会才觉得可能这样说话 因为我长得可能太不像是那种 说话很直的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突然间有时候怼过去一句话 人家就接不住就会觉得 哎呀你这人说话好奇怪 没事吧 就就会有那种感觉 所以到后来我自己也这个收敛一下 也会调整一下自己说话的这种方式 其实说到丽颖说话直这件事情 我知道在前不久的时候 因为有网友说丽颖讲得像杨幂 你在微博上就很大胆直接的回应了他们 所以这件事其实也惹了一点风波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微博 为什么总把我认成是杨幂 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偶像长什么样子吗 难道大眼睛齐刘海的 书中分就是杨幂吗 就都是杨幂吗 以前没有觉得就是说你在网上说句什么话 会有那么多人去蜂拥而至 后来发现你可能说一些比较好玩的 或者是你觉得比较夸人家的话 没有太多人会注意 反而就是你说一些这样比较直气筒的话 可能大家就全部都过来关注到了 但后来我也紧跟了一条 也说道歉了 道歉了一下 就跟大家声明一下 这我想表达的意思 不要被曲解 你觉得你的小时候生活环境是谁 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啊 其实比较城市里面的人感觉 你们家有钱吗 还可以 有多可以 就反正读书肯定也没问题 你先去了吧 我打听一下你们家是 丁氏企业 蛮有实力的在香港当中 不是蛮有实力 他们家就是豪门 哇 丁氏企业是个豪门 没有 你看我乡亲看他 还是一个很大的豪门 但你们知道自己家住很有钱吗 小的时候 不懂的 不懂的 但慢慢长大了 可能爷爷奶奶也希望你们来接班吗 对不对 有这个就是教育我们 就是把这个私权关注给我们 但是没有 我就没有这个想法 什么意思 就我不想 为什么不想 因为我觉得他们蛮辛苦的 就每天一大早六点钟就起床 然后晚上十一点钟回来吃晚粥就睡觉 每天都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蛮辛苦 回来不吃肉吗 只喝粥 因为肉的话你不好笑话 要是马上睡觉了嘛 好养生啊 那有钱人过得也不行啊 对 子俊其实的成长经历跟普通孩子也不太一样 好像我听说你一直都没有见过妈妈是吗 是的 我出生了大概六月左右 那妈妈就离开了 然后去了越南 然后就后来都没见过了 到现在为止 没见过 这是你心中的一个谜团 对吧 对 永远解不开的谜 那从小对妈妈的印象就是家里的照片吗 没有照片 那个时候拍照片不是这么方便的 不像现在 等到手机就可以拍了 所以你连妈妈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吗 听说 只有听说 听说 听说跟我长得很像 儿子像妈妈 不知道你曾经找过对吧 对 还有今后 首先说 当我开始懂事 也要开始有自己的那种活动能力的时候 我要去找 透过比如说红石之会 国际红石之会 给她一些 比方说她的形容 她的名字 她的岁数 大概会在哪一个区域出现 给了一些这样子的资料给他们 但找不到 有很多回信 但是这些回信都不是真的 都不对的 就是很多人说我是妈妈 就找上来了 对 各种各样的信件你会收到 然后有一些就是可能编个故事 或她真是有这个这样的情况 但是跟我对不上号都有 然后有一些还问你拿钱啊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所以现在你还想再去找吗 董事 慢慢长大了 就更加矛盾了 因为我相信 如果她还健在的话 应该有自己的家庭 可能有自己的孩子 那我过去我是什么呢 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呢 是个朋友吗 还是怎么着 也许她有她的苦衷 真的跟拍电视机器一样 所以我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吧 不要太过aggressive 太激进地去找 但你曾经有过一段 就是想她想到自己特难受的时候吗 其实有的 因为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有同学的 对 你在家里不觉得 因为我有姑姑啊 很多人都很爱我 是吧 但是当我回到学校 特别是家长日 然后那个感觉就特别明显 每一个人都是旁边坐一个 妈妈或怎么样 那通常不是爸爸来 都是妈妈来的 因为爸爸要上班嘛 然后我就没有的 加上我读书的时候特别还皮 所以我的家长日一年有三次 他们是一年一次这样子 我要见三次 记得我有一次 做一件事情特别啥 我就让我姑姑 我说 哎 你说是我妈妈吧 要去偏一下那个校长 说来帮我见一见家长这样子 后来校长一看 我姑姑很年轻啊 怎么可以生这么大孩子 就这样子哦 就就 满满了 现在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成家嘛 我不知道有没有成家 就是有那一半 你觉得会不一样了吗 对婚姻的态度和理解 会不一样 我觉得所有发生的事情 人生当中都是在 让我们学会一个东西 珍惜 嗯 怎么样去珍惜 比方说工作的机会 怎么样去珍惜你的家庭 嗯 珍惜你的婚姻 不要让你的孩子 会重突复射 像你自己这样子去走 一样的路这样子 所以子俊如果现在 让你跟妈妈说一句话的话 你会最想跟她说什么 你还好吗 嗯 你入行是从广告开始的吗 对我念完书之后 第一份工作在广告公司做制作 然后幕后 幕后的 慢慢机器啊 打扫一下那个现场啊 慢慢登啊这样子 那个广告公司是自己家里的吗 不是不是在外面外 就是看报纸找的工作 你负责的是什么 我先是负责这些杂物嘛 后来呢老板看 觉得哎 这个小伙子蛮 蛮机灵的 因为我呢那个时候 在家里学了一招 就首先 呃上班是九点钟的 但我永远八点半 就已经到公司了 嗯 然后呢下班是五点半的 我永远七点半才走 也维持了两个月就升职了 哇 哎 你一定要告诉练习机前的观众 为什么这么好使 因为第一 呃老板他会觉得你很在意这份工作 嗯 第二就是说 他呃 会有一种安全感 觉得哎 这个人可以培养 很踏实 很踏实 而且有时候你也知道 其实做广告跟拍戏是一样的 常常要开夜车的 嗯 所以我在自己的位置 放了一些道具 就是 牙刷 哈哈 毛巾 肥皂什么的 让老板知道 平常加班 一般是为了给自己使用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太困了 加班 刷个牙会好一点 但同样也是一种 同样也是给老板看我的态度 哈哈 就以表担心 升到了 什么酒 呃 就是 制作助理 就是陪着制片人去看景啊 啊 后来 呃 再到那个演员部 就是找模特啊 什么的 然后就是升到那个 副导演部 其实这个时间大概半年左右 天哪 哇 好快啊 你爬得好快啊 六个月 牙刷太重要了 哈哈 对对对 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去出演这些广告 有形象那么好 嗯 没想过 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帅 嗯 这是最重要的 你看你没镜子吗 哈哈 有镜子 但我觉得就是啊 一个普通的男孩 然后上个班 然后就 开玩笑 真的是这样 我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 我都给自己签个名 我真的好帅 哈哈 帅行 好 说到你自己制作的第一个大广告是什么 跟哪位大导演合作的 哎 我制作的第一个大广告去北京拍的 对 在巴达岭那边 哇 而且要跟大家说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导演合作的 对 谁啊 张艺谋导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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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为了考上好学校 每天都熬夜念书 真担心他的体力 精选上等先机之中的基金 能促进新陈代谢 迅速恢复体力 再多念几个单元也没问题 我看过这个广告 这个就是丁子俊 基金的广告 我看过这个广告 然后我就因为看这个广告 我跟我妈说要买 然后她说买不起 这个很贵的 但我的问题是 你明明是幕后制作人员 怎么跑到幕前来掩开了 其实我们客户有很多 然后有一些客户 也有很多的一些预算的安排 有一些大的广告 像刚刚那种可以玩有钱的 大的预算 然后很庞大的画面 很宏伟这样子 她那个广告带给我的是什么呢 就让我开了眼界了 因为我从小在香港长大 我看的一些文艺作品 都是很港剧 或很港台的那种 一下子我看到 那天一个导演拍广告 可以把黄色把红色运用的这么好 这么有层次的 哇好厉害哦 而且那个时候 用是很多人的几千人 在摇旗很旗 很听话 那个广告的主题叫 凤羊花 花骨 凤羊花骨 就是大家 呵呵呵 这样 很震撼在心里 很震撼 就杀掉了 那个时候觉得 哇 杀掉了 太可爱了 杀掉了 杀掉了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练了很久 我们是看不到练的过程 只看到派的过程 你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上手这么快 我觉得他有一种成就感 对不对 第二个是预算 也有一小预算 没什么钱 然后有时候广告客户说 要不你来做吧 然后我说 我来拍 那好吧 就这么拍了 这你拍的第一个 对 而且因为我便宜 一般的模特 就是800块钱一个小时 我300块钱 随便拍 而且你那个 喝那个基金 是真喝吗 还是 那其实呢 道具老师呢 给我们准备了一些 其实用一些可乐啊 然后放 把那些气放掉 就像基金的 但是灯一打过去的时候 透出来的颜色不太像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要求 我说 倒不如换成真的基金吧 反正这个镜头很简单吧 可能拍两三条就过了 结果是拍了二十多条 一口闷 你拍了多少平 二十多平哦 后遗症是什么 三天睡不着 而且满脸痘痘 上火了 太古了 太古了 这个广告 好多人是不是就认识了 一张面孔 其实还好了 主要是 我不停在行业里面做 做的时候呢 可以认识了很多导演 就是比方说许安华导演 因为这样子呢 许导演刚好呢 他有一个电影要拍 叫女人事实 他有一个演肖方方儿子的角色 一直找不到人 他就说你来演吧 我说啊 我说我拍戏我没拍过 没关系 这是你的第一部电影 第一部电影 然后我说我不会拍戏 他说没关系 我在你拍什么 然后我一听 也对 一个国际大导演 叫我去玩玩吧 就去了 后来一拍戏的时候 就把我惊倒了 一进去那个影棚 第一天 所有东西都很新奇的 然后看到的导演也好 演员也好 都是我非常敬重 非常喜欢的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他们给我很多东西 特别给我一些信心 他说其实你可以做演员 我真的假的 然后他说是的 你蛮有灵气的 这句话我不知道 真的假的 反正就把我骗到现在了 其实拍完《女人诗诗》之后 那个倒霉诗就开始发生 再拍《女人诗诗》了 我觉得都是跟影后级 影帝级的人马合作 然后一下子觉得 自己是一个艺术家 我觉得那是一部艺术片 但因为它是一个文艺片 我觉得自己 哇 艺术家 然后想想 其实自己还年轻 倒不如试试看当演员吧 连影帝影后都这么说我 有灵气 对不对 然后后来 好了 我就回去把这个功辞掉了 就是安心去 当演员去了 没想到 我们拍这个戏 因为它是文艺片 当时候的香港的票房 这个院线 不愿意上文艺片的 都是什么古惑仔 或怎么样 比较流行 所以一下子这个戏就没戏了 没上涨 然后我就惨了 已经回去把功辞掉 没办法走回头路 对啊 那怎么办呢 幸好 有一次巧合的机会 可以去台湾出唱片 然后去当歌手去了 然后也做得还可以 还不错 但是当中又发生 另外一件悲剧了 就是得罪了唱片公司的高层 然后那一次之后就 那么小心的人都会 对啊 怎么敢得最高层呢 其实那一次呢 我到很久都没有回过来 因为有一次 我跟那个时候 一个女歌手 一起去做宣传 然后这个女歌手 我们是从台北 做那个小面包 然后去台中去做宣传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生病了 然后她全身冒冷汗 然后就叫前面 那个宣传经理 我就跟她说 我说不行了 她那个生病了 我说赶紧去医院吧 然后她回头 这样过来看看我 她说这个不行啊 我们签了约的 今天晚上不演出了 会可赔钱 我说那怎么办啊 然后她说 你让她睡一会吧 睡一会没事 我说到了台中之后 我说要不弄个饭店 让她休息一下 洗个澡 可能会好一些 去了饭店 她不行了 脸都绿了 然后我就跟那个经理说 我说没办法 一定要把她送去医院 她说 丁女君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事这么多啊 她说你事这么多 你不怕我整你啊 然后我就不管了 因为我看到这个 真的她会没命的 然后我就把她背着 然后跑下去 然后路也不熟啊 再去前台问那些服务员 我说这里附近 哪里有医院 然后她说 你这里出去走拐 只走两百米就到了 我说好 把她送去医院 那结果呢 那个医生就跟我说 她说还好 你把她送进来 如果你再晚半个小时 她就脑炎了 那么严重 然后我那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 我做得蛮对的 也蛮开心的 但是从这件事情之后 开始噩梦就开始 唱片公司会觉得 你不受管 对 觉得我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方便说 不方便说 那个女艺人是谁啊 李温 Coco 是Coco吗 Coco 我觉得你还背对了人了 她演做对了事 背对了人 她怎么样的整你 是封杀你还是怎样 因为我们有合约的 而且那个时候 正在发片嘛 她只是一个宣传经理 她又不可能封杀我 但是在一些细节当中 就可以体现到那个整 首先我本来有一个 还不错的宿舍 马上第二天回到台北 第三天就通知我 啊 你要搬家了 然后我就搬到去一个 老房子嘛 然后要爬八层楼 然后住在天台 搭出来的一个小木屋 我的床旁边 就是一个抽水机 所以整栋楼的人 他到底是大号还是小号 洗脚还有洗脸 完全清楚 什么时候回来 我凭那个频率 我就知道 三楼的人回来 因为那个时候 要去台市 中市华市跑通告 那我是不了解台湾的路的 也不知道怎么坐公车 通常都是公司派车来接的 但是从那天开始 就要自己坐公车了 去那个电视台了 那坐公车也没关系 但是那个时候的台湾做宣传啊 是有打歌服的 对对 就是你唱片风套是怎么样的形象 是 你就必须穿着那套衣服去上节目 这样子 对 而且你知道衣服一般都不太正常 都bling bling的那种 就很奇怪的那种 他要坐着那个bling bling 去坐公车 对不对 对 然后坐在公车 公车上面 公车上还有我的唱片广告呢 哈哈哈哈 然后那些大妈 他一一看看那个广告 就看看我 这个男孩怎么穿的怎么奇怪 他以为你在模仿什么东西 他以为在拍一些什么电视节目 然后 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了 最重点就是 每次我们在电视台的通告 比方说是三点钟的 发给我都是一点 我有时候一点半 有时候十二点这样 然后 那个时候 台湾电视台是非常严格的 你必须有自己的证件 还有他电视台出一些通告 你才能进去 所以我只能站在门口外面 好关心啊 你将会有一个粉丝 对对 还有粉丝 那那个时候呢 说实话 那些唱片卖得不错的 还有二十万张了 然后你可以想象 其实支持我的人还是有 很多粉丝 很多粉丝 但问题在于 你和粉丝一起站在门外 对 好尴尬 很尴尬 就是 第一次去 去到电视台 当然是 大家都很好的关系 好兴奋 但是陪你兴奋 也不可能兴奋两个多小时 所以 从很兴奋 到聊天 聊天到没话题 没话题到在那边等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不过呢 这样子 做了好几次 主要是 第一次 你可能还有 一百个粉丝在等着 第二天你去 你剩下二十个 第三次你剩下十个 第四次去已经没人了 然后自己坐在那个电视台门口 等着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几点钟来 也没有手机 对吧 然后 我记得那个时候 林志颖的粉丝 还走过来 拿瓶水拿着面包 丁几君 你吃 还没吃饭吗 我都快哭了 对啊 粉丝们好现实啊 所以你现在特别喜欢林志颖的粉丝 我所有粉丝我都喜欢 你是碰到小人了 其实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原来是因为这个事 还觉得 他们说预算减少了 或怎么样 我还相信了 我说那好吧 一起撑过去吧 你每次见人那人 还能一起加油 还加油 说师傅在家了 还这样子说 后来慢慢发现 觉得不对劲了 才觉得 原来是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你还会跟公司投诉的 你可能会交流 说为什么明明是三点通告 你给我发一点了 那下面的人也不敢说 他只能说 可能搞错吧 这样子 那你回到香港以后会好一些吗 回到香港 我那个合同一完了 我马上就回香港 回到香港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工作 就是天天一天一天这样等 后来发现 这样是不行的 后来我就是找了一份报纸 也是找工作 还是找到有一家牛仔裤的店 因为我一看那个老板的名字 是外国人 然后我去建工了 就去面试 他就问了我一句 Are you sure you want this job 你真的需要 你翻译一下 你是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吗 英语真好 我很真诚地看着他 我说我非常需要 然后他说你什么时候能上班 我说我马上能上班 那那家牛仔的那个卖牛仔的那个店 生意好不好 很好的 他本身就很好 我去了就更加好 你去了帮他帮到了什么 帮他管好所有的那些仓库啊 还有物流的东西 然后开始就是帮他管销售了 因为我是做广告的 所以我很会推销 请你这样一个人花多少钱 六千块钱 六千 港币六千块钱 他太值了 但是你别说哦 我第一个月发薪水 他给我是两张支票 他给我六千块钱 我说谢谢 我已经很感激了 然后就走人了 赶紧去银行换钱去 后来他说等一下 然后再给我一张支票 两万六千多 哇 你看碰上好人了 当时拿到六千赶紧去换钱 你当时生活到底有多窘迫啊 你住的什么地方吧 我住的地方就很糟糕的 是一些菜市场的那些老房子 就是下面是陶宰场 然后上面有一个小木屋这样子 我就住在那些地方 屠宰场 就是大猪嘛 每天早上都是被那些学心味凑醒的熏醒的 你有过过没有吃不上饭的日子吗 那我觉得我也算是比较轻打气算的人 我在卖牛仔裤对面呢 有个面包店 他每天的四点半就打折了 半价 所以呢 我会这样子处理我的膳食 一天两顿 四点半的时候吃那个晚餐 然后把明天的早午餐也买下来 一天两顿这样是熬了 都半价 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段打折呢 因为面包不新鲜了 不新鲜 卖不出去了 等到拿了两万六的红包以后 就吃了一下说哦 原来不打折的面包 是这个 滴全世界啊 真的 我都想象不到这儿 你怎么会什么想 你后来那个牛仔裤 后来我做了大概三个多月吧 香港电影金香奖协会就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哎 你是丁子军吗 我说是 你入围了 我说入围什么入围 新人奖对不对 新人奖 然后我说什么入围 我搞不清楚 我以为是什么记者会什么 让我去参加 然后我说啊 好啊 什么时候啊 几点钟啊 都是去了 我穿得特别随便 我一进去 哎 怎么人怎么少啊 原来都是提名 而且入围的人才能去的 而且都是 女人四十那种 女人四十 而且都是锦衣华服 大家都穿得很漂亮 我穿牛仔裤穿个T恤的过去的 我以为是参加什么普通发布会什么的 然后我去了那个现场 我看到 我都傻掉了 成龙大哥啊 什么都在 我说怎么了 怎么回事 然后那个方黄姐很好 马上 哎 子军过来过来 坐我旁边 然后我坐在旁边 我说哎 这个是怎么回事 他说哎 恭喜你 我说故事为什么 他说你入围了 就是新人奖 那个时候我就一篇空白 然后参加完这个发布会之后 我在那个饭店的大堂 坐了三个小时 坐在那边 什么入围 什么回事 命运啊 这个中间几年啊 就就大概两年 从你拍到 两年多吧 那一次之后就 很多导演 因为看到我了嘛 他们就开始给我机会 然后去拍一些戏 在那一段时间 你有喜欢唱歌 你喜欢唱谁的歌 或者你自己的歌 能够代表你那段的心情呢 不开心的时候 我其实蛮喜欢张国荣的歌 但是他也不能代表我的心情 因为他都很深情 你去唱几句当时的 对啊 给我们唱几句吧 听海吧 好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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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里外的我是否 都让你无从选择 我就这一颗心 总也都闭不了眼睛 为何你明明动了情 却又不靠近 听你海哭的声音 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 哭泣到甜蜜 写封信 写封信给我 就当最后约定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 是怎样的心情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特别有意义的一期节目 我相信电视之前的观众比我们更有感触 因为他们可能就处在有的时候你们当时比较纠结的那个阶段 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们两位的新的作品 来 谢谢 来 那今天呢 非常高兴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带给我们很多内心深处的感情 你的秘密都说出来了吗 别的脸啊 留着 下次再来 对的 非常感谢 好 本期超级宝门成功 谢谢 谢谢